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雙》 我主持任阿爾 這次有說得比較正常的事嗎? 你說得好像我們說不正常的 你之前說的嘛 我們通常都說不正常的事 我只是說笑而已,你不要認真 我們今天要說很奇怪的 我們不是說最新的戲 又不是說最新的活動 我們是先跳一跳 我們是說一些奇怪的事 就是說漫畫 但是如果是這兩個人的組合 你要猜到這些是 可不可以叫比較懶悶的漫畫呢? 不是,我們沒有在《動漫》身上說漫畫的 通常都說一些未動畫化 或者很難動畫化的作品 根本不會動畫化 所以這套屬於應該不會動畫化的作品 這些是不可能動畫化 有的,通常有些 在《山床隊》就會拿回來 他十幾年已經在休息了 十年了,差不多 或者《阿蟲推動畫化》 再《地獄三季》 隨便吧 我們這次要講的那套 其實比較有趣 我們不是拿這套漫畫的正傳來開頭 也不是以一個漫畫家為講 因為其實呢 我個人是想說完所有的漫畫 不像之前 譬如說 《夜人者》提出過 我們可以說那個《心婚的艾瑪》 我們不是以一個作家 一個漫畫家來講 我們純粹是以他獨立一本本作品的系列來講 但因為他的系列是比較大的 於是為了大家可以 如果聽過今集覺得好像挺有趣 那方面的意義比較入口 我們就選一個比較短篇的 本數比較少 其實他不是正傳來的 他是外傳來的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誰呢 就是宮下英樹 宮下英樹 我沒有記錯 他好像都是讀歷史系的大學出身 那種是有些人所謂的 叫做歷史還原論 或者叫做考巨派的寫法的漫畫 你又不會用火鳳療員來講的 火鳳療員叫做柳橋 有些位置改了 比三角演員好似好一點 但是宮下英樹的作品 譬如說現在我們要講戰國那個系列的外傳 就是講統合間戰記 那是比較少的 因為戰國那個系列 其實作者就暫時去到第三個大篇 就是戰國 戰國的天政記 以及一統記 但是每個系列都有15本 那一統記 日本最新都是出到15本 但是中文 海灣東南那邊 純粹是出到中文法第四本 那你可能問為什麼那個進度好像差那麼遠呢 因為其實這本書很難譯的 因為他作者所用的史料 或者用的一些東西 我想你正常都要找書 或者查料想想想 如何譯 而且他用的東西都幾 你可以說難滿 其實你覺得像 一個歷史考據 多於寫一個漫畫 他用的資料 但是他也比較特別 就是他會推翻一些 大家過往很理所當然 玩遊戲 看動畫 或者就算你看書 很常說的東西 他會去問一個問題 究竟是不是真的這樣的呢 或者他會去一些 甚至做實地考據 作者是會親身回到當地的戰場遺跡 去研究究竟會不會呢 因為他讀歷史是出身的 所以就會有一個重新 他個人演繹的說法 當然不會是那些《十傳內報》那些 你不會有這樣的演繹 所以其實他可以說 如果你對歷史有認識 或者你可以 你的編號說 他講得很詳細 或者他這個說法很引人入性 跟你以往的角度不同 那當然 結果不會改變 但是在過程的演繹上面 他可能會給你一個新的看法 而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可能也會說 不是啊 我就算是新的演繹 戰國不同類型的戰爭 就是日本的戰國 來來去去都可能這樣打 但是很有趣的 其實作者在他其他書的篇幅裡面 他所用的都是一些比較有代表性的戰爭 但是其實他裡面所講的角度 很多時候會從一些不同的地方去講 譬如說 這場可能純粹是講一些排陣的打法 他的地形 這場可能偏向是一些經濟戰 這些可能是一些外交的事情 其實他每場的焦點有時候有少少不同的 而所涉及的人物當然會不同 然後他構織成為 這個就是 以積田家為本位 你可以當是 當然他的主角不是積田家 這個是後話 我們回到今天要講的 這本比較短P的外傳 和他的正傳是不同的 因為正傳有15本 每個短P 每個系列都有 這個只有5本 所以是比較容易看的 而且他所用的 就是統合間 統合間 我想大部份你玩過信長之夜望 也好 戰國無雙也好 也好 你都會見過 所謂積田信長和金村議員 或者他積田信長發跡的戰鬥 或者大家很多時候的概念 都會說 金村議員是一條廢柴 是一個死肥鬼 或者大家對這個人 完全沒有印象 一開始玩的 戰國無雙 或者玩什麼 你看到某些代數的 信長之夜望 你可能見到 金村議員也是一個 擦到臉白了 的死肥鬼 甚至那些 戰國無雙醜化到 踢球 當然我不是說 他不懂踢球 但是他像一個小丑 多於是一個大明 你沒辦法 你很慘 衝突贈戰技是 戰國初期一場好處的戰役 打完這局 金村議員就退一場 很明顯 如果你玩 可能是說信長之夜望 開頭 這個人開頭 第一場已經掛到六層的東西 當然是沒有什麼好感的 感覺上是 你覺得他是一個廢渣 好 你玩三個字 開頭 你選劇本 開頭 黃金之戀 這個人已經掛到六層 你覺得這個人是廢殤 是不是很正常 是 甚至再過分一點 你戰過藍絲也看不到他 時間才後了 沒辦法 所以 你正常會接觸到的東西 戰國巴沙華又好像沒有金村議員 所以其實 一些比較近代人氣的作品 有時候都沒有 可能那些城基那些 我不知道有沒有 但都過去了 其實比較有趣 他一開始說 因為他有五本 第一本 他不是以職團信長為 開頭的 他講的起始之點 是金村議員的小時候開始講的 不是金村議員 師傅嗎 開頭說他和尚開始 都是 但是他的時間點 是比較有趣的 因為其實如果大家對於戰國的歷史有些認識 或者是反任何一代的信長之夜網 都會講的 第一句可能說 應人之亂之後 戰國的時代就開始了 這個下刻上的年代就開始了 但是問題就是 應人之亂 你可能當是一個很普遍的 戰國的開始的 但是 所謂的戰國大明 或者是這個下刻上的年代 開始而已 但是 開始的代表人物是誰呢 他裡面 沒有算是正式提到的 但是他也有略略的涉足過 就是第一本 因為剛才有網友都說到 他第一本說的 首先是說 金村議員的師傅 就是太原雪齋 其實之前 他還沒有叫這個名字 應該是 九嬰城谷 他由那個故事開始講起 因為當時就說 我金村二親 如果大家的信長知道 是否變成加強版 就會見到這個人 即是那些再久一點的年代 見回那些人的老爸的老爸 就說 我找他來教金村議員 叫他訓練成為一個和尚 但是當時 未改名的太原雪齋 就問了一個問題 究竟什麼是戰國大明呢 當時 作者用的篇幅 他就說 當時時親公 金村議員回答了他 就說 這個 北條祖雲 即是 相無北條家的 起始的當主 他說的說法 就是 戰國大明 其實純粹是一件求生的事 但其實這個位置很有趣的 因為 所謂的 北條祖雲 或者 你說他之前的名字 因為北條 其實不是他的名字 他只是以後改 他本身有些不同的說法 通常會稱為伊勢新狗郎 其實正正就是 OK啦 應人之亂之後 第一個 真的實施到 下克上 他怎樣是一個普通 不知什麼人 變成一個成的成主 然後甚至奪取了 一個國呢 然後甚至 開始成為這個 五代北條之祖 其實就是 北條祖雲 伊勢新狗郎 所以他用這個來做說法 其實如果你對歷史有認識 你就會覺得 原來如此單純的原因 可能是一個求生的事 但是這個說法 你又會回應 看完這本 你可能覺得 究竟 積田信長 在作者的筆下 或者金村議員 在作者的筆下 他們成為戰國大明的目標 或者原因是什麼 又未必單單是求生 這件事 他會有另一個演繹 因為很簡單 他講到求生 什麼求生呢 簡單 你吃飯 你看到他有一個很好的切點 是說 他研究到的 原來 戰國那個年代 就說 有一個小冰河的時期 當時日本的糧食產量是不夠的 這個題目挺有趣的 他是由一個 氣候天氣角度 刺入這個戰國時代 講到 人民沒有東西吃飾 首先是 沒有東西吃飾 就是打仗的 打仗的時候 就需要大明去保護他們 去組織一個戰爭 去打工在一國家 拿到他們的糧食 這個報告是 之前沒有這麼說過的 挺有趣的 因為始終歷朝的戰爭 都會說 有天災 有人禍 但沒有人說過天災 是怎麼來的 但如果從現代的角度去說 天災是一個循環 等於 香港突然下跌到兩度 三度 北極寒流 南下 他用回那個角度 為什麼當時日本會這麼冷 香港就說一兩日 他是幾十年 幾幾年 十幾年 差不多八年 十幾年 十幾年是這麼冷 那個時間 所以就形成了 為什麼當時社會這麼亂 這麼有動亂 就是因為 你沒有飽飯吃 那就很容易有問題了 當然 其實他 從金川議員的小時候 開始講起 其實他用一個 因為其實這個作者 你可以說他有個問題 或者說他在特別的地方 就是什麼呢 他所用的對那個角色的描寫 很多時候 就不完全是根據證史的 包括容貌 或者是他的一些 代表性的感覺 譬如說金川議員 他所用的就是唐鏡之子 但是如果你說是信長 他這本 統合奸戰劫 比較早期 他就叫惡 或者用錢來代表 當然 如果你對於信長之網 有認識 或者對於信長的歷史 有認識 你也會知道 信長和錢是很有關係的 這個是真的 但是金川議員 其實很少人去探討 他想說唐鏡 就是唐代的鏡 他所說的意思 究竟他想說什麼呢 這個又是 大家有興趣 可以再看看 唐鏡其實是說 在中國傳來的鏡 就是等於我們說番茄 我傳過你的東西 不一定是唐代的 唐代的 唐代的都不是唐代 因為唐代的比較有趣 就是因為那些人會拿些銅 因為他裡面提到的都說 惡錢和永樂錢的問題 因為其實日本戰國時期 就是中國的明朝 自古以來 從來的問題就是 鑄造了一些錢幣 錢幣是由政府鑄造的 但是民間就會私底下鑄了錢幣 拿了銅 然後再把那些錢拿出來 即是鑄絲或是偽牌 對 很簡單 以前的錢是這樣的 我當一個 什麼是一錢 一錢一錢這麼重 就是 以前的美金說 一美金 就是一金這麼重 就是一美金 但後來 一些人可以滲水 一錢裡面可能滲了幾分 垃圾下去 就變成他不是一錢 那我偷工 可能十個銀錢 融了之後 再變成十二個銀錢 可以多賺兩個銀錢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來的 就是 所以當這些混了雜質的錢 他們就會 即是古代 其實你從中國的角度 去說也是 史書也是這個說法 其實那些叫做惡錢 惡錢 純粹是一些劣質的錢 其實他們是 重新鑄造過的 但是 為什麼會用唐鏡這個詞 你都可以了解一下 其實唐朝很普遍的 就是拿那些銅 將那些銀仔的銅 用來融掉 用來弄佛像 但是其實是禁止的 官方是禁止的 那官方唯一一個 除了弄鏡之外 就全部都不能用 所以如果你對這個 你有知道 你就會明白 為什麼他會用唐鏡 其實就不完全是因為 日本和唐代 很多東西都是借鑑過來的 現在還是一樣的 民部省 省這個結構是唐朝用的 不完全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你又可以當作一個補充 而且有趣的 他會說到 錢的問題 他會說到 日本怎麼過度去錢的階段 為什麼造作織田信長 會這麼喜歡 用這個錢去起家 因為他之前說到 以前日本就是 移民移民的很正常 因為農夫他們不會 他們做完些東西拿出去賣 但因為小兵河時期 食物缺乏 用食物去換錢 再換其他東西 用錢這個 就是一個 平衡回商業的 中間物質 錢才變得這麼重要 在這個時候突然變得這麼重要 他會有一個形成的流程 他不會直接說 錢很重要 錢要崩脆就是這樣 他會解釋 為什麼錢突然在這個電子裡 變得這麼重要 他會有一個解釋給你聽 為什麼金村議員會跟職團信長的父親 職團信秀去拍片 他會留意到一件事 是很有趣的 因為如果大家玩 就算是對上一代 即是信長之夜望的創造的威力加強版 他都新增在外交加多了一項 你可以給錢朝廷的換官職 但其實你可能會想 歷代也可能會看見 給錢朝廷 但其實信長之夜望 又沒有什麼特別的設定 你只會設定 你每個月給10% 5% 那些 但他裡面又說回 這個職團信秀 曾經給了4000罐 4000罐錢 但問題就來了 在金村議員的角度 覺得很怪 因為這個就是老簾的 收入與官職不相情 就是你明明沒有那麼多錢 你怎麼捐到那麼多錢出來呢 這個就是奇怪的地方 而且我大明都 你也懂得說 10%的時候 就算了 你給那麼多錢 什麼鬼啊 你做這個違反規矩 我都是這樣 給那麼多錢 你給那麼多錢做什麼 就是有個奇特的地方 而且他很好奇 就是帶出這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職團加禁有錢呢 但是當中他又提出了一些說法 其實這個也是一些歷史的背景 又是和那些認人之源 又是一些慣例 因為他裡面說到 這個美張國 他本身的 你當作三國 三國就有所謂周目 譬如說 他們打三國至十三都說 現在你變成周目了 你變成什麼次使 收入十三好像沒有次使 只有周目 你做周目了 那麼周目就純粹是那個州 中國的州 就是日本的展國時代 就是國 最大的人 但是問題來 日本很有趣的 就是 一個國的守護 是可以同時有幾個國的 那麼問題來 如果你去到後期 你可能說 大明那些是什麼 就是毛利 毛利有十幾國的 去到後面最大西國的大明 大大明 那麼 你只有一個人 你只有一個家族 我怎樣可以統領到這麼大的地方呢 所以當時會有一個制度 叫做守護代 那就是說 其實他是代替守護 來去看守這個地方 獨獨立 對 你非常之簡單 很苦樂的獨獨 但是那個獨獨不會 除了主城 全部都是你的 不會這麼奇怪的 所以其實呢 很有趣的 美章 和後面招倉那邊 其實是同一個國主 都是斯波士 但是呢 其實如果大家打信仰之夜 從來 招倉 和積田 其實兩個都是守護代 他不是真正的守護 搖曉中國的說法 他們兩個都是都督 只不過奇怪的地方 就是他好像都玩了三國至十三 不逆而同地 兩邊的都督 都堆倒了他本身的君主 然後變成戰國大明 但是 我們剛才說到 你說積田信秀 即是信長的父親 是守護代 他又不是 積田士是守護代 但是守護代的官職 就不在積田信秀 積田信秀是守護代 即是積田家本家的人 下面的人 所以其實他是 最大的守護 即是君主 諾一級的都督 即守護代 的馬仔 所以其實他是一個一般人 或者你可以當是一個太守 用了三個字的十三個角度去說 那問題是 一個太守是不會有超出 一個國家國力的錢 所以他就突出了這個地方 就是 咦?為什麼他會有這麼多錢呢? 於是就帶出了就是說 那個商人的概念 他所用的就是 熱田和津島的問題 即是為什麼他們會有這麼多錢呢? 那如果帶出到一些海上通商 他們爭奪港口 在那個戰場上的一些考慮 那裏 前面也有些很重要的地方說到的 即是你說到金村議員 為什麼一開始這麼喜歡 上隊 宋長去那邊的那塊地 不打的地方 他也說到的 其他地方雖然大 即是可能他說他周邊地區 大可能很多地 但這些地是貧借的 不能中毒的 就是只有 宋長去那塊地 是可以中毒的 才可以令到豐富他們的農作物 所以才會打他們的 就是 尤其是開始攻略他那些 可能是海港的地方 即是你說到為什麼 他們兩個會變成 兩球會中相遇 首先有一個原因 有一個近因 原因就是 信心他們高客地 對他們有用 近因就是他們有錢 即是兩樣東西 加在一起 才到後面劇情的高潮威 就是衝合間之戰 其實他都報了很久 他頭三本都是講的背景 或者講他們小時候的事情 一開始就是金村議員 他不是做達人 即是他不是他 那個位置不是給他的 還是他爸爸在做的 是的 他爸爸那班野仔說 我們為什麼打宋長呢 我們打幾個地方 然後說不行的 打幾個地方 那時候變成他哥哥做 對阿哥 就是反對 即是說對立馬國師 然後我做 我說先打宋長那邊 不是 即是先打職庭家那邊 就是這樣的情況 即是他鋪了很長的條線 原因更影響 因為金村議員哥哥 那時候他還打算跟武田打 跟信元的爸爸打 可能還打算 但是他就覺得 我們應該這樣 當然了 哥哥從24歲就釘了 不知為什麼 他裏面也有說 這也是作者另一個特點 就是 無論看這本 這個戰國外傳的統合間戰機 或者看他本身的三本 不是三本 三個系列 他有時候 都會用 同一件史事 他會用超過一個 的 reference 引文 譬如我們剛才說到 金村議員在奪取 家督之位的部分 他 為什麼他哥哥死了呢 因為其實金村議員 是排第五的 那 第四個哥哥好像 扔了去很遠 還是很早就死了 於是他有個大哥 有個二哥 有個三弟 那三弟 也不是三哥哥 不是三弟 都好像扔了去做和尚 之前 所以有時候 第三和第五 即第五 都去了做和尚 所以大明的繼承權 去了大哥 然後有個副繼承權 你可能當他二哥 那 但是 問題是 他們兩條 有個同時死 同一日死 然後很多時候 大家都知道 中國有個問題 就是 史書官方 基本上是一本 很多時候 所以 你只有那本 技術 就沒什麼可以爭 但是日本 是比較有趣的 因為日本的歷史 他們不同的大明 可能自己有本書 然後不同的家臣 自己都有本書 去說回當時 他們 服侍奉那個大明的 一些史事 所以很出現一個問題 其實他們會超過一個 他有不同的角度 即他是由大明 自己本身官方寫的 譬如說武田信元 又有那些夾陽軍鑑 但是你不同的 他們可能說 山元家 他有一次有一本書 內藤又有一本書 他們不同 他有些紀錄 可以做比較 甚至更甚者 就是說 傳教士 去到之後的傳教士 都會有個比較 作者就很有趣 作者就沒有提到 沒有提到 因為這本書 比較正經 他從來都沒有說過 上纏纖 是不是女人的問題 但是我們知道 就是 在那些 好像葡萄牙 還是荷蘭的 傳教士 裡面 曾經 寫給那邊 那些鬼佬的信 就是 上纏景盛 就是 謙遜的繼承人 拿那些地 是繼承什麼 是繼承姑媽的 當然 你可能問題是 究竟是聽錯 還是寫錯 還是什麼 為什麼會繼承姑媽 那個是男人 為什麼會有上纏遜信 是女人的說法 呢 其實不單止是 日本的一些 史書會說的 其實他都可以 考據一些 外國的傳教士的角度 其實這個情況 你說去到近代的 可能明末清初 都會有類似的情況 我們先回到 戰國那邊 這個作者常用的地方 其實如果大家 之後真的去追回 他所有的書 的話 他最新一本 《中文化一統記》的第四本 《港同本人之之變》 亦都是有用 超過一個 超過三四個 重點的 同時說一個場景 所以 有一個搞笑的 他畫漫畫畫 畫畫 在畫間 引起了一段人文 這本書這樣說 然後這本書這樣說 現在不是看漫畫 你聽歷史書 是的 很有趣的 而且如果你說 力都比較特別的 因為如果你看很多 歷史漫畫 很多時候 或者是一些大戰場 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 究竟我是哪隊 打哪隊 你會很疑惑的 其實這個作者 比較有趣 就是他會畫地圖 而更甚至 就是什麼呢 他統合間戰記所用的地圖 有些是畫 但他有些地圖 很明顯是 reference到 是怎樣呢 是整版 是當時的地圖 劈回去的 其實他 統合間戰記 他想說 就是 金川家 憤怒進兵 和信長 在上面 善光寺 等 熱田神功 拜完之後 走來等 那個地圖 他用那個地圖 就是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的地圖 來的 就是講回這段時期的地圖 所以其實真的是一幅很荒蕪 你可能拿來做水飛營的地圖 你感覺就是這樣的 所以如果你說 甚至你去買坊間的那些書 我想都不會有這麼詳細 因為其實 就算你說很有趣的 如果你說看坊間不同 講戰國的書 或者講中國也好 他所謂的那本書 是以戰爭地圖為重點 或者有附圖的解釋 很多時候那些圖 那些地圖 都不是一個荒蕪的地圖 或者說那個形態 一定是會保留在那裡 你不會看到那些格仔 比例尺 或者是那些高低 那些 等高線 對 等高線 但這幅因為其實 他是日本陸軍參謀本部 所以你會看到 是很清楚地形 但比較遺憾 我記得後面的 就是戰國的三套書裡面 其實就不多出現這些東西 大部分都是作者畫的 或者是作者畫的 有些可能是他本身 可能參謀部都沒有 對 那就沒有辦法 始終是 但是如果再提回 可能第四本 剛才我們說到 一統計最新的那本 其實他是有用回 當年那個時代 本能子的地圖 去講本能子 怎樣去攻守 明智反叛的問題 所以都很詳細 有興趣之後 大家可以再去看看 但是如果回到去 如果你說 去講信長和錢的關係 這個他有提到 這個比較少提到 這個作者 另一個比較有趣的地方 就是說 這本東西 還會比較常見 就是講女人 這個可能你說 其他漫畫 不 不算很多題 或者其他故事 不太多題 你ACG作品 可能只看到有個 同樣本而已 三個字 拿來結婚 恩親也要 開會 你會有這些 但是這邊 是比較有趣的 跟我們另外 以前很久很久 之前講過 那本《戰國鬼才傳》的 動畫版 你說過 《戰國鬼才傳》的漫畫版 有很多這些東西 就是會有一些 可能是一些 男女關係 甚至簡單來說 是男女交合的東西 那這邊也會有的 但是他 始終他的畫是漂亮的 是戰國改才傳一點的 就是他不是搞笑向一些 那些人畫的 但是其實 有一個問題的就是 其實他的樣子 滑來滑來滑去 都只有幾個樣子 就是和《火鳳》都很像的 那沒什麼的 可能 我看了一頁 風格不是很正的 看了一兩頁之後 發覺都沒所謂 OK 是啊 那他的樣子 其實只有幾個大圈 除非那個人是很特別 如果不是基本上 他也是那幾個樣子 不是 男的都OK 女的看了幾反 這個女的是不是 之前那個女人 好像差不多一樣的 那個樣子 不是 你說之前那個女的 跟了NTR 走了 現在抱著那個女的 那個人是一樣的 是不是同一個人來的 你快給我 我真的不知道 你同一個人來的 不要緊的 之後雜雜的女人都是一樣的 是啊 所有雜雜都是一樣的 女人就是那個樣子 是啊 不是 你分不到的 所以這個是 你可以說是一個遺憾 你不要覺得 哇 會不會 阿文有一個不同的 阿屎不同 阿屎是比較不同的 隨此 我基本上 每個人都一樣的 所以 是比較奇怪的 嗯 當然 他裡面 這裡提的男女關係 當然是 不算很明顯 不算很重 但是如果你說 在信長的前半身 就是懸伏之前 或者剛剛懸伏 那段時期 他也有說到的 他所說的就是 吉乃 他就沒有提過龜碟 他沒有提過龍基 這個很有趣 他有提過那件事 但是沒有出過場 可能因為他不用畫別的樣子 不是 有提過名字 可能再畫出來 就是 你抱著這條女孩 是之前那條還是那條 一樣樣子 那怎麼辦呢 你不告訴我 我不知道是誰 而且始終 我想這個位置 還未有氣氛 可能他集中想說 不是 你看到的 其實這個外傳裡面 其實有很多 有啟嘴的 集中是一個 好像日本漫畫傳統的 二強相遇 金尊二元 即是信長 兩人認識英雄 做英雄 最後兩人要搭在一起 看看是否要鋪這條線 那其他可能 你講 送上其他家族 或者女人 可能在一統計 那裡說 他想統計的主角 不是信長 所以是誤會的 哦 不知道 所以是比較有趣的 還有 其實如果你說 他講女人這部分 去到 後來戰國 是主角 即是鮮石 結婚之後 即是瘋子 這條女生散了之後 你基本上 除了第一部戰國 是比較重點 是跟女人有關 之後 就越來越不關系 女人的比重 始終女人歷史書上 即是日本書上 都不會怎麼記女人的 就是什麼事 什麼理由 就算是 即是你很難找到一個 代表性的女角 即是寫她 有的 後面有說到 信長和武田開打的人 有個女 信長有條女 被人 NTR 所以開城 是挺有趣的 當然 其實這個 剛才有說過的重點 就是 統合奸戰 這五本 其實是一個 很普遍的 日本文化的類型 就是異狂相遇 跟著 星星相識 可能是這樣 但是 始終你覺得 不是 我正在說戰爭 其實這個作者 其實是幾standard 其實他每場戰爭 大概是三至五本 輸 左右 有的 然後 他大部份 情況 如果那個人物 是沒有出過 特別的話 其實他很大部份 的時間 在前段 他會由那個人的出生 開始說起 所以 這個情況 如果你說 去統合奸戰 你都會看到 頭三本 基本上 他不是直接說金川議員 他由金川議員 師父開始說 然後 金川議員 四歲 金川議員 再大一點 然後他又開始玩 然後開始不理他 老爸那本 金川名錄 然後去到追加二十一條 然後再變成 中年 他由那個人 很詳細地說 他整個人的演變 當然 如果你說裡面的話 其實你去到本傳 也會有類似的感覺 就是他會說 這裡你看到有德川交空 那本傳的德川交空 也會有同類型的轉變 或者其他角色都會有 那 這個也是挺有趣 因為如果你說 以一個歷史考據來講 他是會透過 這個人物 很初期的一些史事 當然 有些是漫畫化了 譬如說假裝鬼那些 我想金川議員 假裝鬼的位子 是他家的 可能是喜歡玩 一開始就出來裝鬼 嚇過老師 但是 他會綜觀這些歷史事件 然後幫這個角色 加一種性格 或者是一些代表的東西 我們剛才說到 唐鏡的問題 那是這個作者 他寫的一些特點 他會用這些方式去說 所以他可以說是 幫一些平淡 你可能覺得 沒有理由 那你可能說 武田家 山縣槍警 又是一個猛將 那你去到可能說 上層那邊 又會有其他不同的猛將 那每個都是猛將 那有什麼分別呢 有什麼不同呢 他會幫他 賦予一個人物性格入面 而那個性格 可以說 有時候是 作者自己演繹出來 有時候可能就是 有些史事背景中觀 去帶出來的 所以你可以說 有打出那種味道 這個位置我覺得 其實他比其他歷史文 我可能覺得好一點 如果拿回大家 比較常認識的火鳳鳥縣 你對於劉關章的認識是什麼呢 除了山水畫家 五十部之內 射多少射不死的關羽 你對於那個人物性格 其實你沒有一種很在地很長手 很清楚的感覺 其實沒有的 你純粹是對他的一些形象 或者是一些能力 有一個概念 但是有什麼解釋到 他會這樣去行事呢 例如明治為什麼會反叛呢 那種變態愛是一種什麼來的呢 和嘻嘻是沒有關係的 不是BLF 你不要開心 他真的小時候 和信長玩完的東西 去金村那邊玩過 是對的 你說嘻嘻是很正常的 對 信長有一種很特殊的感情 是因為小時候 他講到的 你講這個德川家康 竹千代 這個也是挺有趣的 所以其實他 如果你說他看歷史 你可能說很悶 歷史還遠 還要考具有地圖 有古文 他不是陳某扔幾句 孔子、莊子、孟子 那些 他真的信長功記 不知道什麼 突然間有句話 這樣出來 很搞笑 太陽雪山九萬個和尚 你看過什麼書 我沒有看過冰書 但我看過什麼莊子 綠子、孔子 很搞笑 他說的 綠韜 基本上你三個節 買到那些書 買到那些書 他整條列子都齊了 那些寶物 他那些寶物齊了 但是那裡沒有鋁構 也不知道 所以就 會是這樣 這個比較有趣 又馬說到的問題 可能是 有時候 他的戰爭位 是 比較 不是 戰爭 戰爭是有很多方面的 他在開戰之前 會說到一個雙方分析形勢 這個大環境的時代 以及中間人 可能是市民的心情 商家的心情 經濟的效應 會說到其他方面之後 以戰爭的內容 或者怎樣的報警 反而他略了 不會怎麼看 這是很特殊的情況 可能就算是 一開始你說金淺二元 和他歌金淺梁珍 可能是花瘡之亂的 可能 說就算了 其實 但是前面已經報了局 總之最後贏了就贏了 即是他 有些多角色比較特別 和他的作品不同 因為他說花瘡之亂 基本上是沒有說過的 他提了一個名字 然後打贏了 總之打贏了 贏了 我之前已經報了那麼多局 已經8080報 全部報了 所以一定會贏的 可以贏了 就是這樣 反而戰爭裡面 我們平常在戰爭片段 可能會說到 暴陣 有地形 有什麼軍事優勢 武力值 甚至下個西方大仗 鬥打完 可能這裡是完全 不是說沒有 比較少 他不會射得那麼詳細 這本是沒有的 你要看看 他戰國那幾套書 那些就會有 那些會有些很灑順的場面 這裡是頭兩三集 是幾乎沒有的 從頭三集都沒有打仗 又打仗 但他略了去 不是打統合間 是打其他 是 對 他做了衝合交道 但是他衝合交道的問題 就是 實際上是戰爭局 好像不太多 衝合交道 他比較神化了 是比較混亂的 他反而不再用他自己 平時之前的一套 我詳細地分析了 雙方形勢之後的打 他是發射完之後打 但是打的過程 比較有些超展開的會合 對 因為其實如果你說有買這個位 最明顯就是 他跟我說 金川議員的本陣 有幾重的兵 他就說 我現在打第一層 打一打一層 打一打一打 好了突破了 我就打第二層 那打不打第三層 OK 你打機 OK 你打機就是打 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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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衝過去 你感覺上是打血巴 打完一層 但是第一層 第二層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你是不覺得的 就是 你看不到為什麼他要寫 說 金川暴陣 有第一層 有第二層的問題 或者是 OK啦 突破了 那有些什麼呢 其實你作為說 他打完前面那班原兵 殺到去奇本 其實沒有分別的 那個位置其實是 算是寫得不清楚的 因為金川 他很有趣的 其實有說過 金川那邊是一個重聖制度 就是由上而下 就是皇帝下面一班 再打一班 再打下去 OK 你說打了金川議員 那下面打不一定會散 這個我明白的 很正常的事情 群龍無所 但是問題是 你打的時候 對面金川就算 OK 其他人金川一隊散開了 不在隔壁 可能是隔壁 但問題是 金川本來也有幾萬人 你跟我說 沒有幾萬五千 那時候是三千 但是地形上是山上 衝突山下 那你打的時候 你會發覺 OK 你打完第一層 應該死了一堆人 再打第二層 再死了一堆人 第三層 應該捱不到 而且重點就是 就是 就算你山上衝下來 你的衝力是 始於第一陣 第一陣 你騎襲OK 我欺負你 你第二陣 其實就會開始疑惑 衝力沒有了 或者我會累 還有泥沼 而且他已經擊鼓了 已經叫人來巴馬 對面已經有準備了 你不能再用第一陣偷襲 偷襲OK 你贏了第一陣 第二陣有準備 你應該偷襲不到 而且他比較有趣 他如果說到金村這個位置 就是統合間最精彩的地方 就是殺人的地方 其實那個位置是沒有什麼用屎書的 而且有時候會發覺 他有不同的技術 可能有些人的寫法 大家都會知道 就是金村原器 接近是寫在橋裡面 接近是去到這個情況 他用的說法就是 我看到那頂橋了 接著金村原器 不知為何 這個比較怪的 不是怪的 難怪的 你旁邊有這麼多兵馬 喂你去哪 不行 我很喜歡這個金村原器 我日思夜後就乖著他 我一個人出去打 你旁邊有兵 你不是和石抽 還不是和石抽 還不是和石抽 你看到整件事有少許荒謬 前面球都很重重 你覺得很有智慧 很有制度 整個關隊很嚴謹 你最後和人單挑 但你不是和人單挑 人家是唯有的 即是看到整件事 是架 難道整件事 報到一個兩行相遇 想著最後 本陣對本陣 大家打到你 對面對面打 但又不是 你一個人衝出去打 那旁邊的人也不知道 誰有 我發覺整件事都怪 沒有過旁邊的人 你不見了 不見了 單挑的時候 就越走 越讓開 但是信長一邊不是單挑 你信長一邊是唯有 三條人打你一個 是唯有 信長一邊 即是 輸得很無理由 因為今場 歷史書說你死 你一定要死 或者怎樣打都要死 我覺得是這樣的情況 會發覺 這個位置始終是比較有趣 因為 我想 他那個做法 我偏向就是 覺得 OK啦 他 金川議員 是很期待見到信長的 一朝思夜報 對 一個BL扭曲了外 變成了 於是見到 信長一遲命 我要衝啊 即是變了是 那種感覺 其實是 你可以說 他有些位置是 透過富裕人物的性格 而做出來的效果 但不常見 大統俠間 這裏是有的 他有些位置是會用 即是 這種非理性的做法 去做 非理性 因為他之前 大家明白 他第一句就是 金川議員 由小到大的情況 他小時候在他小時候這樣玩 OK 可能大家有點同心 但問題 你後面也說到 因為師傅他會退位 他會覺得 你這個粗色大名 你比爸爸更厲害了 我可以退位 即是當是退休 後來也死了 你覺得他成長了之後 發覺 你要戰場這一刻 突然間 我同心未聞 我想做個小孩 我現在說出來單挑 是不是有些怪 即是你解釋不 這個情況 真的難以為 這位是解釋不到的 而且 你之前說到 他會在經濟學 或其他地方暴陣 去講戰爭 他講到 職田家那邊有些商人 他們在談 今次是金川 怎麼都贏了 你看到有些人說 走去投金川 有些人堅守本人 說支持職田 其實我覺得OK 可能有些商家 他們覺得 職田那邊是有利 他們 有形勢有利 可能壓著贏職田 但問題是 會有 但一定不會多 可能有些商人很明智 或者很厲害 可能一千八步 就知道職田會贏了 那可以買重 職田贏了 但實際上 如果實際上 商人更實理 他們一定不會買職田贏 但這次 金川贏了 金川頂了 就說 我不支持商業 但我會給你做生意 最多你賺的錢 沒有職田時代 那不會讓你做 但職田贏了 你可能繼續做 那你買重 這個問題 這個時候 商人他們應該 多數不會表態 會說到 我們撐職田 我們丟本去撐他 就是買他 買他贏 應該不會這樣的情況 發生 這一部分又寫得比較少 人們好像偷看劇本 職田贏了 我們買重規珠 會這樣成功 這裡的位置 如果你單純 有經濟的角度 其實這裡的說法是合理的 譬如說 沒有事情 職田在這裏 職田輸了 金川入主 那我就才投降 其實沒有分別 金川也不會因為 你們現在才投降 就不行了 我要砍掉你 因為他們說的是 商業界 在美張國的 最大兩個勢力 所以其實金川原神 進了主 都很久了 他們是不賀的 他們都不會弄他們 老實說 但是 我想這個比較有趣的地方 就是 它涉及到 尾章沒有記者寄到 也沒有什麼一攜 但是 會涉及到 作者可能在後記 或者其他位置會看到 就是 戰國呢 或是這條溫信長之夜望 最新那代 你會有些部落在旁邊 他們會有自己的兵馬 其實他講到 可能信長的馬回眾 其實很大部分人 就是在尊島上有 那裏的人類 所以其實你可以想回 尊島的人繼續撐 其實某程度上 就是維持了 信長的馬回眾 不會自己走到別的地方 反叛 那些東西 其實意思就是 某程度上會是這樣 而熱田那邊呢 就是 因為熱田神功那邊 他又帶多了一千人過來 其實他偏向 我覺得就是 那位 如果你靜真點看 其實他除了商業的價值之外 就是說 他商人自己私下的兵馬 那團體其實還是不是站在信長那邊呢 是一個兵力的問題 那這位置就 沒有金川賢自殺那樣交的 那位置 還有一個意識形態 他們說到 如果 其實他贏了的話 這個天下就是淺的時代 那我在想 其實有沒有這麼誇張 他贏了而已 他怪不知會統一天下 其實 是啊 這有點偷低劇本 講到明 好像看未來350部的劇本 我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才買送著 就是有些奇怪 其實金川賢就算統一了 我每張拿來拿到每張的 都不會對商人怎樣 其實 你買送著 買邊邊都沒所謂 有少少 有少少 超了展開會 即是他們 商人口中說的事情 即是說他們買送著的情況 其實 實際上可能未必那麼嚴重 其實不用那麼誇張的 因為始終有個最怪的位置 或者說可能作者演繹的地方 就是說 他很多時候大部分 特別是一些戰爭的地方 都是歷史還原的 但是 有時候那個目的 是有點偏差 他為了結果而造的過程 會變成 是的 譬如說 如果讀一個史事 所知 就是 為什麼金川議員 要經過美張國呢 要經過呢 其實他不是要拿他的土地 他是要上落 是啊 他要去見朝廷 去見天王 所以他要經過去 但無厘頭 他不會肯讓你經過 要怎樣怎樣怎樣 於是他才會打 那為什麼 就是因為他已經建立了 進學三國聯盟 他後面沒有人搞他 於是他就可以自己上落 那因為其實 其實很有趣的 早期 即應人之亂之後 其實如果你說在 即接近可能關西地區 或者可能說是 接近中間那一段 吳多大明是有做過上落 反而你說在無厘那邊 即無厘未興起 但無厘那邊那些國 其實很多人都嘗試過上落 或者上過落 即譬如說 本身無厘的宗主 你可以說是 即利子和大友那邊 大友那邊是上過落的 還上過落 上過很久 Stay了在那邊 搞到後來很久 然後才搞到利子可以發揮 然後他又急急忙忙回去 或者你說西村那邊 西村那邊是管大 其實他不需要 其實他上落很簡單 他想要 泰漢餐 所以其實 比較有趣的 因為其實地理上 可能金川 武田 上餐那班 很遠 但其實他們也有個 志向做上落 於是 可能金川就覺得 國力夠了 我終於可以上落 去朝見 天王 拜公卿 那些事情 他就沒有用這個角度去說 他純粹就是 因為套用這個角度 他們兩個人 可能有些聲聲相識 這次是我縮敵 我會打敗你 所以 原因可能 偏向他 變成這樣 完全沒有提過 上落 這件事 我覺得 他這本書 可能他前面開得太好 金川寫的智慧太高 所以後面的情況 反差 因為之前我們讀開 就是 金川看燒 四重賞 覺得自己贏了 在帳篷上 可能自己在帳篷上 在飲酒玩樂 才被人拘捕 所以 這個牌的情況 就是舒服點 你沒有能力 坐在帳篷上 被人打死 我覺得正常 一死到那麼有能力 之後 被信長用幾千兵 打贏 所以他作者 牽強為一定要 金川原死 所以搞到他要 出一蚊 就 少倒轉 就是 這個位置 是比較怪 因為其實 如果你說最好看 統合姦戰的五本 最好看不是統合姦那場 是前面那三本 最好看是前面 他父親和金川原打 那些鬥志鬥力 大家捉千代還奪戰 正常 是 所以我之前 說真的沒死 兩邊的老爺都沒死 那段時期 就是 那場打鬥志鬥力 我們等一年 為什麼要等一年 我等你出手 殺了哪些人 搞到我 有理由先打你 已經算了 不知幾多步 所以 那些 你沒有火鳳那種牽強味 火鳳那種是 不知道做什麼 然後突然間跟你說 我出現了 就是這樣的 回來之後 反轉再反轉 我知道 你是完全解釋不到 突然間有個 竹面人突然出來 他正在天下上 竹面人是無敵的 隨時亂入 突然間跟你說 幾多步之內 然後突然就是 旺作之才 然後就解釋了這件事 這裡是沒有的 但是 他是事前的東西 會爭得很仔細 他去到之後的 三套書 都沒有這種情況 就是 他在一些前置的東西 或者他會說得很仔細 但是其實他隨著那個篇章去到推後 其實他有些位置 我想大部份 都偏向是一些 打頭陣的地方 他寫得最好的 但是戰爭的中後段 那些位置 就是收尾的位置 其實他始終有點粗疏 這個是最大的 你可以說這個作者 不算是很絕頂地好 但是 我想現在你說 現有的歷史類的漫畫 那我覺得他真的是最好的 老實說 我欣賞他 戰爭以外寫的東西 但戰爭入寫的東西 就不太多 但是如果你說戰爭內的東西 或者戰爭前 戰爭前 其實你有兩類的 你可以說一些小規模的戰鬥 或者他這本所說的經濟 外交的東西 你可以再看回 就是他正傳的東西 你可能又會再找到其他的 就是究竟戰國 因為戰國他一開始 已經是杜葉山城之戰 信長是打完的 基本上是接近打完的 那個位置就開始 就是以信長上落那段 時期開始講的 所以其實就會涉及到很多大戰役的 所以你可以再看看 究竟他用什麼角度 去講這個 長條之戰 去殲滅武田騎馬隊 或者他一向一攜 怎樣打 或者是 他獸吉那邊去打武利 他的戰法是怎樣 那個計算又會怎樣 其實他裡面後面會有很多 是另外一個角度的蛇 就是他不完全是用純外交 或者他不是一些純外交 可能是戰備的 他會有其他東西去寫 或者是人物 幾人人入聖的 所以如果你說看完這幾本 可能這五本 覺得說OK的 挺有趣的 我不要算他腦殘最後的位置 這種風格 你是喜歡的話 我們很建議 可以值得看一下 這本 因為最精彩的 其實我們沒有說過 最精彩是頭三本 四五本 其實就有個戲 也算的 都不是的 統合間他怎樣找金川本隊的位置 都是挺有勢的 這段是 怎樣分辨哪一隊 金川本隊 過了三個旗 又長毛 哪一隊才是他正常 他這些位置 其實他那些細位置 是寫得很精彩 大致之前的描述 還有其實他不是無中身有 最重要是 他是有個原因 也有個back up 也之前是有提過 那些東西不是突然爆出來的 所以這些位置是做得仔細的 我們等他快點出完的 那麼多本 因為真的出得很慢 日本十本以上的進度 不是 出得慢不要緊 不要斷就行了 一出我們公司決定不翻譯 立刻就好笑了 我想又不會的 台灣經常都差 回不回 哦 希望不會 希望他盡量翻譯 慢不要緊 最多我叫孫燒給他 這麼糟糕 那些是火鳳來的 他進度化的火鳳好多 不用怕 記得要看一下他後面的東西 如果他喜歡的話 還有 不要忘記節目的後段 我們還有一段是 河馬仔的訪問來的 是河馬仔和插畫師 Yanny的訪問來的 所以如果大家對插畫 同仁有興趣 不妨要記得聽完訪問 先完 這集是有兩段的 所以其實是 好 拜拜 好 今天就到這裡 拜拜